学员小许一直从事的就是人力专的工作 现在他有个机会去一家公司去认语人事经理 小许说自己虽然做HR 但其实之前面试过几次 感觉结果都比较一般 尤其是对方问自己 如果被录用了打算怎么做的时候 自己的思路还是比较的模糊的 OK那我就给你去提供一个沟通的模板 你可以这么说 各位领导 如果我有幸被咱们公司录用 我初步有以下的工作打算 第一步熟悉与学习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行业 但是贵公司有自己先进的观念经验 以及又流程 那么也有着自己独到的企业文化与贵乡制度 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心而言 那么都是要尽快的通过学习去熟悉与掌握的 作为一个人事经理而言 有给我的时间更为紧迫 我需要在短时间内熟悉部门当中的新同事 甚至是咱们公司的大多数的员工 与其建立一个初步的人际联系 那么八年的人力专工作经验告诉我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从基础工作做起 从最最基本的人员花名册作为切入口 了解公司大多数员工 至少是核心短位员工的基本情况 这个可以说是人力专业者的基本功之一 在基础上我打算花两个月时间 跟咱们单位的主要的岗位的员工 人力专部的全部的员工做一次初步的访谈 一方面就是把自己推销给大家 另外一方面也能获取咱们公司的一手的 人力则关系的资料 当然了 我还要跟我的指管领导 人力专总监做一次深入的沟通交流 希望从领导那里获得更多有益的经验 我相信这将为我接下来工作开展去保驾护航 第二步嫁接于互补 那么在掌握的基本情况后 第二步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嫁接于互补的工作 那么看看我过往的工作经验当中 有哪些对我现在这份工作 能够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能够为咱们公司的人力资源体系去添砖加往 无论是招聘培训还是技巧管理 应该说都是我较为擅长的模块 那么从这些模块切入 我相信能够帮助我去更快的上手一些新的工作内容 当然还有一些模块我之前接触的不多 需要跟相关的工作伙伴去细心请教 弥补这块短板 大家彼此交流经验 用我的特长为这些模块工作注入新的思路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初步打算是一部门的相关同事开两次会 第一次呢 咱们以务虚为主 投导风暴 交流想法 找出自己的不足 同时也可以了解公司现阶段的人力端工作 对配合公司战略方面有哪些不足 第二次呢 以务实为主 充分听取部门同事的意见建议 整理相关问题的实际的难点与痛点 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与计划 第三步 梳理与理顺 那么在完成的上述两个步骤以后 我相信我应该已经掌握了公司人力端的相关的一手资料 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尽快的梳理出我自己下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理顺工作以及业务流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现阶段处理这些难点的切决之处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阶段的工作目标 我打算利用空余的时间 深入基层 深入咱们公司的业务前线 尤其是对一些核心的工作流程节点 以及相应的人力端配置的情况进行快速熟悉 力求整理出自己的工作流程图 这个也是我这些年工作养成的习惯之一 第四步就是创新与突破 那么近期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 我打算从公司咱们现阶段主要工作与战刃任务出发 在原地资源岗位上做出一定的突破 配合公司现阶段的战刃布局 刚刚跟各位领导聊了很多 学习了很多 也大概了解了咱们公司现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的精准定位 核心客户那么为大客户提供更加专业细致的售钱 以及售后服务为了配合这个公司的战略达成 那么从人力端领域来讲 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做好售钱售后的人员的激励 以及培训工作 因此我初步打算从三个方面来入手 一呢就是完善人员的阶段性的考核方案 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凸显记忆的及时性 二呢就是增加业务培训以及服务培训的频次 打造专业化的服务团队 三呢就是在保证人均劳效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校园招聘等机会啊 我们去补充一些优秀的人员作为团队的后备力量 那以上呢是我一个初步的工作计划 请各位领导指证 你看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啊 无非呢咱们在公众当中呢 就要把握这么几个关键 第一呢就是按部推进 那么在回答这道题之前啊 最为关键的就是你要听清楚 面诗官让你谈的是多长时间段的工作计划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还是一年 这个时间的节点就直接决定了你的回答内容 二就是谦虚学习 无论你的实力啊有多巧 经验有多丰富 那么总是出到别人地盘 对吧 确实说你还没有来呢 那么谦虚一点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姿态 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就是角色定位 那你的回答要与应聘的岗位相匹配 主管就答主管该做的 经理就答经理该做的 不要跃全 四就是前后连贯 无论你现在应聘的这个岗位与你之前的工作内容有多大的相似性 你都要想办法把之前的工作经历与这份岗位前后连贯上 五虚实结合 如果你对这个岗位没那么了解 那么可以说一些通用的工作办法 包括人际关系 制定计划 研究探讨 流程模式 预算资金 团队管理 完善提升 沟通交流 培训学习 绩效管理 等等等等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